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今天这期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马来西亚准备好进入电动车时代了吗 这个是现在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2022年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电动车的元年 政府宣布从2022年开始 将不再对这些电动车无论是本地组装还是进口的征收 进口税和入税你只需要给SST消费税 所以政府的这个政策也让到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 是不是我可以尝试购买一台电动车 所以在你接下去抱怨说电动车的充电桩不足 电动车充满电过后总行驶距离不可以出远门 你不可以从新商到KR等等 在你有这些担忧之前 我们就来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聊一聊电动车这个东西 对马来西亚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Charging Station充电器的这个东西 一般上电动车的充电器分为AC和DC 那AC就是交流电 俗称的慢充 DC就是直流电 就是所谓的快充 所以一般上如果是一个纯电动车 你用AC来充的话 大概要7到9个小时就可以充满 而如果你使用DC快充的话 你从0到80%大概只需要30分钟左右 因为DC它是一个更加快的充电的方法 因为DC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让车子的电池去到80% 而为什么是80不是100呢 因为这种粒粒子电池呢 它们最健康的状态是在20到80 就是说当你用到没有电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低过20 当你充满的时候也不要充超过80 那其实也不只是电动车 我们一般上用的手机电器等等 这粒粒子电池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般上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安装充电器 都是属于AC就所谓的慢充 因为我们说DC快充的话 一个充电站呢 它可以贵到20万到30万马币 所以是不太可能在自己家里面安装 一般上这种快充充电桩 只是在一些公共场合 还是在一些汽车的show room service center等等才会给你快充 在我们进入EV electric vehicle之前呢 我们先来聊一聊马来西亚人 比较熟悉的hybrid 或者是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款 因为hybrid车子呢 简单来说就是有引擎和电动马达 所以它们可以相互的交替工作 在特定的时候引擎会关闭 让电动马达来处理 那一般上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呢 它们就能够以纯电动来行驶 30到50公里以上 那最新的PHEV车子呢 当引擎完全的休息过后 它还能够持续的走100公里 所以PHEV是一个介于 hybrid和EV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马来西亚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都 市场都慢慢的在接受这个hybrid PHEV 所以如果是开着hybrid 或者有开过PHEV的车主 它们对进入电动车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难想象的 就是它们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一般上都是开汽油车 或者柴油车的人来讲 它们就会开始有这个range anxiety 就是所谓的里程焦虑 但是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电动车的车主来说 像你可能之前开的是汽油车 可能开的是柴油车 你就会对电动车有一种焦虑 担心它的行驶里程不够 担心你找不到充电桩等等 那一般上讲到电动车 很多马来西亚人第一个的想法就是 马来西亚的汽油油价都不贵 为什么我们需要买电动车来省油 那如果我买电动车过后 我要换电池 那个费用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觉得电动车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不用打油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优点 因为像欧盟会逐步的全面淘汰掉汽油车 淘汰掉软油车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油价贵 而是因为噪音的污染和空气污染 排放量等等所导致的 所以试想想一下呢 当你在开这一台电动车的时候 你不会对那个城市造成空气污染 和噪音污染等等 当你在行驶的时候呢 车子发出的声音 只是让驾驶者知道你自己跑多快 或者是你几时踩刹车等等 它不会干扰到这个城市 所以其实电动车这个东西 在北欧 算是一些欧洲国家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了的 一种交通工具 只是说在马来西亚 还是要面对到现实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 电动车即便是免税了 它的价格还不是那么清明 当马来西亚人讲到清明的时候呢 他们一般上都expect说电动车一定要卖到像 麦比这样子可能要五万六万七万 甚至是最好三四万就可以买得到了 那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是不太可能 也不切实际的 因为我们只要打英国最便宜的电动车 拿来换算马币你就可以看到 即便是不抽税 正是政府还给补贴 你把欧洲最便宜的电动车 换算到马币都要 一百四五十钱左右 而且这个一百四五十钱来到马来西亚 即便是没有税 这些电动车的商家 他们还必须要投资一笔钱来进行维修 员工培训啊 甚至要安装一些充电装等等 所以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它的价格就会大概去到 十七万十八万 甚至到二十万上下左右 所以二十万上下 你能够买到电动车 它的总行驶距离大概在 两百到三百公里左右 当你打开了冷气 或者是你平时习惯狂踩油门 这种方式 一般上这种二十万左右的电动车 它就可以让你 以纯电动行驶两百多公里 那如果你想要用纯电动来行驶三百公里 想要用纯电动行驶四百公里 这些电动车的价位 大概在三十万到四十万马币左右 所以就像很多人讲的 它不是这么亲民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电动车的售价 它会随着这个销量 因为大家知道薄利多小 就是它的销量会影响它的产量 它产量越多 它的制造成本也相对来的低 所以目前我们处于一个过渡期 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要求说 电动车要卖到马币五万六万 因为它们的本钱 它们的成本都不止五万六万 怎么可能可以卖到你五万六万呢 那讲到电动车 我相信还有很多马来西亚人 会有一种想法是觉得说 马来西亚是一个产油国 所以我们的政府是有意无意的 不要推广电动车 它希望我们的国人 尽可能的去油站加油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正确啊 因为当我们讲到电的时候呢 你就要追溯到怎么发电 电是怎么来的 有煤炭发电 有水力发电 有天然气发电 还有各种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发电的方式 打个比方向有些国家就很依赖这个煤炭来发电 那我们都知道用煤炭来发电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不环保的发电方式 而很多的北欧国家呢 它们就大量使用水力来发电 而水力发电是这么多发电方式里面 比较环保 比较绿色的一种发电方式 因为水力发电属于可再生能源 它比较sustainable 它的持续性比较好 但水力发电又要涉及到你的地理环境 地理条件等等 那以马来西亚来说呢 用天然气来发电 算是我们国家一个最主要的发电方式 因为我们都知道 马来西亚虽然是产石油 不过石油跟天然气 它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所以其实现在马来西亚的国能TMB呢 它们用天然气来发电的话 其实那个方式也不会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污染环境 它们已经是在用一种相对环保的方式来发电 那虽然它们已经算是在用一种相对环保的方式来发电 但我们都知道东西没有办法一步登天 现阶段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电动车并不环保 你只是把这个污染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转移到发电厂在污染 你只是在城市环保 但我们回到现实层面 你虽然没有办法证明说电动车百分之百环保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电动车肯定比现在的燃油车 无论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还要来的环保 那也是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宣布 在2035年之后不再售卖汽油的车子 有些欧洲国家就设定在2030年 所以你看现在是2022年 距离这个欧盟提的2035年其实也在不远的 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的事情 当然欧洲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相对发达相对发展的国家 那来到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我们可能需要去到2040年或者2025年 那不管它到哪一年我们都很肯定的是 汽油车燃油车中江会有被淘汰的那么一天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回到这一集的主题 马来西亚准备好进入电动车时代了吗 我个人是觉得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等到电动车 卖到五万六万的时候 他才下心思 他才用时间去做功课去了解这个电动车 然后很多人都是有一种 既然我买不起 我就不想去了解它 不想去研究它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无论你现阶段有没有打算购买一台电动车 你都可以透过闲暇的时间来阅读一些资料 在网上看一些电动车的视频啊等等 因为哪一天你想要购买的时候 你对电动车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 所以当然我个人也是希望随着政府的这个 电动车免税的政策出台 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可以迎来 更多种类 更多不同价位的电动车 我们下一集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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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